各位亲爱的读者朋友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来到我们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 书名叫做别让好脾气害了你 好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脾气好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脾气很好的 好那今天这本书将要给你一些提醒 因为有时候好脾气反而会使你 在人生的路径或途径上面 常常无论是被陷害 也包括可能会常常被利用等等 好我们今天会从这本书里面的内容来解读 来帮助所有人都能够找回属于自己的个性 好脾气其实是好事 因为我们好脾气表示我们能够 对很多事情都能够心平气和去看待 可是在这个社会现实面上面 好脾气反而很多时候 感觉就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会炒的孩子有糖吃 啊那如果你常常不回应 不争取 而你自己在面对不对的事情上面 你也没有自己的个性 那么很容易 你就会不断不断的被人这样 有一句台语叫 那个七门打猴 就是被人一步一步踏了更多 再更多 好所以如果你希望在今天 来了解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可事实也能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好那今天这本书 应该值得你一起来共读 好这本说的复标题 写说别再怨叹 好心美好抱 做人要被讨厌的勇气 所以只有当你是你自己的时候 这个世界才会记住你 好所以如果你对于今天内容有期待 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 然后当然按赞是给阅读人肯定 也给你自己肯定 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一个主题 要先来问大家 请问你觉得你自己的脾气好吗 1到10分请给分 1到10分请给分 如果我自己有给我自己的分数 我自己应该是占7分 可能到8分不等 因为我真的算是一个蛮心平气和的人 可是也因此可能在某些时候 的确很多人会多要求一点 然后可是但 我像我最近心脾气了 可是我还是会有情绪 所以有时候情绪会闷在内心当中 不说出口 再过去有这个很严重的现象 就是我避免跟人发生冲突 可是慢慢的越长越大 我开始理解到 一个人的完整度来自于你有个性 一个人的完整度以及包括别人为什么能够记住你或认可你 其实来自于你在某些事情上面有原则 所以我现在开始陆续有一些原则 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坚持 而不是全部开放 所以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写下 你给自己的脾气打分数 你会打几分呢 我待会也会透过留言方式 跟大家一起交流互动 所以你自己觉得你的脾气好吗 我们看很多朋友陆续给自己下分数 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会下很高 有的朋友下很低 都没有问题 无论你高或者是低 没关系 我们在今天都会有不同的角度来帮助你 拥有正确的情绪表达方法 而不单纯只是好脾气而已 好 以下有五个选项 也邀请你待会可以下面留言加一或到加五 看你中了几个 中奖几个 好 第一个要问大家 你常常被称赞脾气好 是大家口中的好好先生 好好小姐 如果有的话 待会请留言加一 好 你总是把不好意思 好 没关系 挂在嘴上 如果有话 请加二 因为你有两个咯 因为像我自己认识很多朋友 常常 见面又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可是其实他明明很准时啊 为什么要跟我说不好意思 就或者会常常跟你说好 可是答应好之后 后面没有下文 这也是让人觉得很头痛的地方 所以你有没有常常说不好意思的习惯呢 好 第三个 面对五指尽的不合理要求 你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拒绝别人 因为反而就 这个我已经习惯久了 就不习惯说拒绝了 像我以前也常常会习惯说yes 因为我自己一个心理 心理的原则是练习当一个yes man 有机会来先尝试 然后不能做再去告知或回应 或事先如果完全没尝试过 就很明确的告知 其实我过去完全没试过 所以啊 面对不合理要求 你无法勇敢拒绝 我以前有 对 然后第四个 永远将别人的需要摆在第一位 然后严重到精神长期紧张抑郁 哇这个也算是太大爱了 把所有爱都贡献在别人身上 而没有好好回到自己身上 没有看看自己的需要 也没有 有时候人在某些时刻需要自私 这自私是保护好自己 让自己拥有力量 才能够去支持到更多人 好这第四个 好第五个 遇到竞争场合 总是选择退让和妥协 好这五个 你有中奖几个呢 如果有一个就加一 两个就加二 然后如果有五个 就请记得加五 对 然后我第五个应该就比较跟我不符合 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 就是有时候 有一个目标 我很喜欢去跟这个目标去竞赛的 反而没有目标的状态下 我有时候比较没有动力 所以遇到竞争场合 即使不是竞争场合 我自己的内心也会设一个 我希望能够达成的一个目标 或者准则 所以你自己是否会在这状态下 选择退让呢 还是你会争取到底呢 好所以如果从这五个来票选的话 我应该中几个呢 就我过去啊 或包括现在来检视 应该至少有中两个 有中两个 有第一个是 人们口中常常说的好好先生 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要管理这么多社群 而且有时候社群 会有不同人的留言啊 或者是 或者是有些比较不礼貌的提问 哎可是我都还蛮能够 情绪平和的跟他回应 所以有的人会认为好好先生 可是其实这也都是练习过的 因为我知道 如果用坏情绪跟他回应 其实也没有好结果 然后反而是自己 就陷入比赞更糟而已 所以这个第一个 哎我有 然后另外一个是 哎过去可能面对 无止境的要求 我没办法拒绝 这个是我过去 有的现象 所以不知道你中奖了几个呢 好如果你中越多 哎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也有救 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本书 书名叫做 别让好脾气害了你 来帮助大家 所以欢迎你此刻 为今天内容按赞 这按赞也 给阅读按赞 也给你自己肯定一下 好那接着 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说 这个社会不可能 永远公平分配 只有你能为你自己发声 所以聪明也是成功的特质 好脾气是有原则 有底线的 所以脾气不是好到底 他还是需要有原则和底线 这样的特质才能够活出属于你自己的个性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进入这本书的正题 别让好脾气 害了你 好也欢迎你此刻为今天内容按赞 并且转分享 透过今天的内容转分享 支持到更多人一起来学习好脾气 以及包括练习自己有个性 然后当然延伸 你自己也可以在转分享过程当中 你可以重复复习去读读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内容 好来介绍这本书的作者 作者是一个心理智商师是周维利小姐 她本身也是心理培训专家 同时也帮助了许多五百大企业进行各种员工的心理系统建构 包括到了美国韩国上海等地举办了数百场心理学讲座 然后专门研究什么 研究不好意思 研究勇于拒绝等应用心理学的相关议题 哇原理想要研究领域很独特哦 你也的确不好意思 或过分的谦虚过分道歉 好像是某时有些时候某些人的特质 结果多数人其实都拥有这个特质 只是这种过分好之后呢 就会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底线 好所以周维利小姐 透过这本书要帮助大家 如果你自己想要在这本书当中获得很大注意 赶快帮我们按赞 打一下按赞海 看有多少人按赞 想要在这课题当中有所收获 好所以 当你懂得管控你的情绪 你就能够迎战职场 人生无往不利 我们接着待会用十个守则来帮助大家 每个守则都充满了人生的智慧 然后当然每个守则 你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个人观点 为他加油填出 重新认识 符合你自己的特质 因为其实书是人写的 所以不是每一本书的观点 你都完全认同 因为就很像是跟作者对话 有些人就是出言腻了 你会听起来不舒服 可是有些人的话 试着听听看 消化一下 如果他跟你的观点很认同 好他就强化你的价值观 所以你可以听听看 我们待会要分享这十个准则 有哪个准则对你而言受益最多 然后也当然欢迎你可以在留言区 同时在听我们分享的时候 记录重点 因为学习啊 其实是边听边记 学习效果更好 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 第一个守则 第一个准则呢 在书里面提到说 人类社会其实和自然界一样 危机四伏 同样充满尘酷的生存法则 好不知道大家认同吗 结果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生态恋 是否也是相同 其实我自己是认同这件事情的 因为在这个社会的阶层规则当中 就跟食物恋的过程一样 每个人彼此增进自己想要需要 从最基础的生存需要到生活需要 在过程当中并没有到到私杀 可是是一种价值的交换 可是在自然界可能它的价值交换 就是用不同形式的价值交换心态 所以啊 人类社会其实也跟自然界相同 可是当你认同这个准则之后 你才会了解 为什么你需要有个性 你需要有脾气 单纯好脾气 只会让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不断遭害 好 如果你认可的话 在下面留言加一 好 那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段说 前美国职棒大联盟总教练 杜洛契先生曾说过 好好先生啊 总是排名在最后 因为球场上面需要的是 求胜意愿的球员 不需要好好先生 人生也是如此 如果你在打球的时候 你是好好先生 哎呀 你就不好意思把球打在对方身上 你不好意思把球打出拳的打 你不好意思跑太快 因为你不想让别人输 这种不好意思没有增进心 就反而使自己永远落后 也因此一次的落后 两次的落后 慢慢的你永远的好 进而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不要只是好 还要让自己产生另外的价值 在该努力该争取的时候 就要勇往直前的前进 所以不知道对你而言 你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呢 好 这是守则一 好 那准则二要谈什么呢 准则二要提的是 退让本身也是一种策略 退让只能是姿态 它不能是永远你自己的价值 我们中国人啊或华人 常听过一句话叫做 小不忍则乱大谋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种是从古至今 华人的成功真言 因为我们在传统中华文化当中 忍是成功忍是必修的一门课 许多人靠忍制获得成功 而忍也成为许多人的处事原则之一 可是作者说啊 其实很多人对忍这件事情 有很大误解 认为忍是解决问题的两方 可是其实回到现实社会来看啊 单纯用忍 作用是有限的 因为当出现冲突的时候 忍让虽然能够避免冲突的 扩大 可是并不能解决问题 虽然不是彻底 根除矛盾的好方法 因为要真正解决问题 关键在于 弄清楚问题的原因 和本身 其实就像医生之病一样 它可以开那种缓解 那让你止痛的 缓解疼痛的症状的药 可止痛药并不是 治疗疾病的最好良方 因为它没有根治你 最主要的疾病问题 所以啊 回到你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 你是否常常在感情生活中 也是忍让过头呢 忍到最后没有了自己 忍到最后 对方会认为 这就是你 所以一旦他做多了 你应该要保查 保那个什么 就是你要保持感谢 他做少了你也不能抱怨 因为你平常都在忍嘛 所以他也因此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 所以这都是要不同的角度去好好去 检视自己是否常常退让的过多 好 我以我们家来举例一下 像因为我那个读了书很多 有时候读多了之后慢慢的找到一些吵架方法 其实吵架有时候最好的吵架方式就是坦诚的把自己的情绪感受讲出来 不用特别去点名问题本身 因为问题本身 他一定有解决方法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吵架在解决的是 情绪问题 所以把情绪讲出来 不是吵情绪 而是讲情绪 而且最好你这个练习 能够在孩子面前 练习吵给孩子看 而且吵完之后 还要最后有一个和好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吵出一个好架 其实你的孩子也在当中一起学习 如何透过沟通争吵过程当中 去争取自己想要自己需要 以及自己必要的 所以这是一个聪明的退让症方法 所以不知道对你而言 你是否常常退让呢 如果你常常退让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退让的人 欢迎在下面留言加二 我们看看很多朋友已经留言加一 不知道留言加二的朋友会不会有很多 你是否也常常退让呢 好所以作者说 忍让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忍让只是一种策略姿态 最后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本质 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也是要给所有读者朋友的一个提醒 我们忍不是一直忍到底 还是要面对问题的本身 有时候要开诚布公 要讲清楚 好那接着下一个准则 准则三 从容做自己才能够赢得尊重 从容做自己才能够赢得尊重 可很多人说那做自己该怎么做啊 什么是我自己啊 我自己是谁啊 好所以作者要给大家三个良方 只要问这三个问题就好了 我是谁 我要做什么 我该怎么做 因为作者说 勇敢做自己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它关系着个人的自主权和责任感 可是如果你把做自己 好好剖析一下 其实它分成三大类 三大类 就哪三大类呢 就是分别是成为什么样的人 希望做什么 希望怎么做 简单来说就是 我是谁 我要做什么 我该怎么做 因为这个我是谁啊 就是你现在的社会角色 这过程当中有包括别人演奏你 孩子演奏你 太太演奏你 在职场角色的你是什么 所以把这些人物的角色标签标示清楚 了解你是谁 第二个 我要做什么 关乎于刚是社会角色 接着回到你个人的职业 以及你的资源 好来自于你能够做些什么 你能够拥有什么 包括别人需要什么 所以从这角度也因此 你慢慢能够从多元的方向当中 去找出你自己的需要 以及别人的需要的交集点 然后第三个 我该怎么做 这代表了能力的认知 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认知 以为自己能力可以完全做到 或者有的人是对自己缺乏信心 所以因此问题来了 就直接拒绝或逃避 所以啊 也如果你要反而反思 如果你本身 是一个非常软弱个性的人 你就很容易被人所安排 人生 所以你要把自己的自信 信心找回来 所以他说 作者说生活中随处可见 脾气很好的烂好人 他们都一直试图缓和自己 和别人的关系 避免和他人产生冲突 但是太后脾气也磨掉自己的灵脚 甚至失去存在感 所以如果你要赢得尊重 就要把我是谁 我要做什么 我该怎么做 这三个问题 好好搞清楚 一旦你搞清楚之后 你就能够找回你自己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也在探寻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言加三 然后当然我也想试着问问你 你是谁 欢迎你可以写下 你自己对自己认识的标签 你是否是一个有自信的人 是一个外向的人 是一个内向的人 是一个热爱什么的人 找出属于你自己的标签 找出你自己的定义 让这一步开始往下走下去 让自己更有勇气 好这是关于这个 准则三 从容做自己 好那聊聊准则四 好准则四当中啊 他提到说 强者要严格待人待己 生成法则中 弱者不值得同情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 因为我们常说 要言语立己 宽以待人 这是华人的文化 可是现在要严格待人待己 这是什么一回事呢 其实他这个角度 比较会列入在职场 的生态环境当中 如果你的同事 每个都是软角色 不是很角色 软角色 你在做事起来 虽然你可以 要求他们做很多事情 可是最后指挥权 永远都在你身上 他们永远都只听你 你的一声号令 可是也因此 这组织的发展 就会以你个人为主 组织发展 扩展不出去 所以一个人 要在这个社会上 组织能够发展得良好 必须要 好好严谨地 去自律地管理自己的 人生 自己的时间 其实在过程当中 也在帮助其他同仁 一起来做管理 所以作者提到一个观点 叫做成功 其实是自己逼出来的 如果你想要成功 你需要为自己安排一些 你一定要去投入的努力 投入的时间 投入的包括像今天 你参加我们阅读人 专题读书会 每天我们基本上 每天晚上的九点 都会陆续有 不同的直播开播 然后也希望 透过这方式来支持大家 让你的大脑认知 可以持续扩充 开展更多眼界 所以也鼓励你 持续投入这样的时间 给自己努力 因为成功是自己逼出来的 所以这时候 也逼大家做一件事 给阅读人按赞 肯定一下 因为这个按赞 也是逼大家逼出来的 当逼久了 就会成真 所以给自己按赞 给阅读人按赞 都是让自己建立信心的 一种过程 好这是刚刚提到的 准则4 好那提准则5 好准则5提到一个观点 他说保持竞争性 是应对冒犯的重要方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保持竞争性 是应对冒犯的重要方式呢 好其实这回到 他书中提到的重点叫做 拿出你自己的实力 要让自己说话有分量 为什么你会说话没分量 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 让别人看见你的价值 所以因此别人 就会用一种比较随便的态度去面对你 用比较随便的态度去应对你 所以这时候就要好好想想看 你是否是常常没有把自己的实力 带出来的人呢 所以如果你自己常常是这种状态 那进而别人就慢慢不尊重你的价值 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价值 带出来让别人知道 你的特质 你的能力 因此你的说话就能够慢慢的开始有分量了 好那准则六 这时候应该问前面的问题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吗 好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 那你就 我们用一个分数好了 一到十分 写下你觉得你自己在别人说话的时候 多少人会跟你回应 一到十分 如果是满分就是 你的回头率特别高 大家回应你特别高 就回你是从 或者常常说话有分量 可如果是一分就表示那个 你好像是一个边缘人 你基本上在团体当中是完全不说话的 你基本上说话 也没有人常常会把你当一回事 欢迎你可以为自己评分一下 一到十分 好接着来谈谈准则六 好准则六里面提到说 要让自己成为有态度的人 才能够提升个人的权威 发挥自己个人的影响力 要成为有态度 这不是有脾气 叫有态度 那这态度是什么呢 好作者说 其实啊 这世界从来不缺美好 这世界从来不美好 可是当你保持基本的防卫心 不要习惯性的习事宁人 才能够避免被人利用 这世界从来就不美好 保持基本的防卫心 不要习惯的习事女人 才能够避免被人利用 所以回到我们准则六 其实就会回到要你有态度 要你有原则 当你是一个原则的人 别人才会知道你的地雷在哪里 不会随便乱踩你 因此你有你的地雷 你有颜值 你有你有能力和权威 就能够发挥你的个人特质的影响力 好所以这次也跟所有读者朋友 给大家一个回馈的 所以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是否是有原则的人吗 好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写下那个 如果你是自己是一个有原则的 我们也是用分数来取分好了 我们这次用那个一到五分 一到五分 你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原则 就加五分 好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原则 就加一分 我自己的原则 我自己是基本上是加三 因为我应该取中间值 有时候有原则 有时候没原则 这看待这件事情的影响性 就是如果它会影响到可能其他人 我就会对这件事情开始有一些原则 可我这件事可只是单纯影响我 而这件事我又可以把它消化掉 我可能这件事我就没有什么原则了 所以原则对你而言 你自己是否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呢 好这准则六 好那接下来准备谈准则七 好如果你是比较晚进来 朋友我们今天谈的书名叫做 别让好脾气害了你 因为我们过去总认为好好先生很棒 可是这本书却用另一个观点告诉你 好好先生在社会其实是没有竞争力的 是很容易被当边缘人 甚至很容易被人踩过线踩过界 所以必须要让自己有脾气 而这脾气并不是那种很糟糕坏脾气 这脾气是有个性有原则 并且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 好那回到我们提到准则七 准则七提到说要充分掌握讯息的主导权 才能够赢得赛局 这怎么说呢 好我要说书中的一个实验 他说曾有个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在猪圈里面放了一头小猪和一头大猪 而在猪圈的另外一端则设置了猪的喂食槽 然后只要在另外一端按一个按钮 每当有猪在按钮上踩一下 就会有十份食物掉下来 然后由于踩按钮的猪 必须要从猪圈另外一端跑到另外一端才能够吃食物 所以这段距离的代价就等于 就是有可能你跑太慢就吃得少 如果你跑得快你就可以吃得多 甚至可以吃比别人还要多一倍 好举例来说如果是大猪去踩按钮 好那小猪率先跑去吃呢 好大猪和小猪吃掉分量就分别是六份和四份 就大猪可以吃六份小猪可以吃四份 可是等于踩按钮的猪必须要付两份作为消耗 所以他只能吃到四份 然后小猪 这个这个这个这这这这段有点怪怪的 但踩按钮大猪必须付出两份食物作为消耗 所以存手以为四份 好如果小猪去踩按钮让大猪先吃 那么双方的食量就变成大猪九份小猪一份 所以小猪吃的分量还不足以让他从另外一端跑到另外一段的代价 等于如果他特别是怎样 就是如果小猪踩然后大猪先跑去吃 那基本上大猪会把小猪的分量吃掉九份 小猪只留下一份 可如果大猪和小猪一起行动同时踩按钮 吃十五呢 那三方的分量就是大猪会拿到七份 小猪会拿到三份 诶 存手以延伸扣下来就大猪会五份 小猪会剩一份 所以变成这竞争关系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赛局理论 好 小猪在这个赛局当中是处于弱势的 所以如果对他言最优的良策应该选择等待 对 或做好等待 然后尽协力的帮大猪踩按钮 或者是采取其他策略呢 好 他从书中里面的分析来告诉你 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就是 小猪最好选择站在猪朝旁边当盘观者 对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三种选择 一种就是等待 一种就是去踩按钮 诶 或者你有其他的特别做法 诶 可这个过程好像会让 会让大家觉得很 很奸诈 诶 让大猪踩按钮 这么做很赖皮 可是其实对小猪而言是最佳的生存之道 因为他至少可以拿到四份试乎 因为如果他去踩按钮 他就只能 九份里面 他十份里面他只能吃到一份 乘以最少 而大猪会迫于因为他反正永远都能够拿到比较多好处 他就会选择去踩按钮 所以这就是知名的自猪赛局 或叫合理的猪赛局理论 这个赛局游戏过程当中 小猪虽然处于弱势 可是却占了更大的心理优势 所以在这场游戏棍当中 小猪可以尽情耍赖 有没有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赛局跟人生有关系吗 好 跟人生的关系就在于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资源不够的人 比较弱势的人 你不要强出头 让那些本身拥有资源的人强出头 然后你就坐等于翁之力 可是有人说 哎呀 这样会不会太奸诈了 可是其实这也回到现实考量 因为你本身就没有足够的资源 去抢这块饼 所以有时候 如果我用创业来举例 如果你看到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 而这商业机会 如果已经有财团下去 跟着做 好 那这时候你分一杯跟的机会就大 可是如果这件事完全没有人做 你想要强出头 可是你本身没有资源 你也没有募资的计划 好 那么久了久之 你会产生另外一种很大的问题 就在于 一旦你做得好 大株 大欺就直接把你并购掉 或者他会用透过各种方式来 因为他比较有资源去申请专利 或者申请各种可能性 他因此可以把你踩得死死的 所以因此从不同角度来看 有时候当个等待者 表达自己的原则和个性耍赖一下 也是合理 是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或学到 因为现在这段故事比较难讲解 因为它是一个赛局理论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人生也是这么一回事 当你没资源 不要硬出头 等待一下 能够让自己拥有未来比较多的好处 好 那原则八 原则八来自于 他要告诉你 所有的善良都要在原则上面 所有的善良都要建构在原则上面 没有原则的善良叫愚忠 叫蠢 他并不是真的善良 对 所以贾博斯说 有时候你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最好的方法就叫做发脾气 表达自己的态度 坚持自己的主张 就是一种威慑手段 也是捍卫自己 权益的措施 权益的措施 所以不知道你自己 是否是有原则的人呢 我相信所有在 参加阅读人读书会的朋友 应该都是 善良的人 而善良需要建构在原则上面 没有原则善良叫愚忠 或叫愚蠢 因为别人叫你去做坏事 你就跟着做 因为你认为他要做是好事 你没有好好分辨 因为分辨能力来自于你的思辨力 思辨力来自你的原则力 所以你因此需要有这样的智慧 好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晚进来的朋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智慧之书 别让好脾气害了你 别让好脾气爱了你 所以也欢迎你此刻为阅读人按赞 肯定一下 来学习这门功课 好 那接下来介绍 准则酒 准则酒提到的是要抱持 顿感力 判断行动和感情会带来的后果 好 什么叫顿感力呢 好 顿感力是日本作家 杜鞭纯一在其著作 顿感力一书中提到的 所谓顿感力就是持顿之力 也就是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伤痛 而不叫过分敏感 因为当今是一种压力型的社会 你会遇到跌跌撞撞的爱情或坐如针毡的职场 暗潮汹涌的人际关系 这些压力啊 就像病毒的血液一样会不断侵蚀人的健康 所以一个人有顿感力就是人生的润滑剂 沉重的现实的千金顶 具备不具小事动摇的顿感力 就能够使你更灵活的面对你人生的各种问题 所以这个持顿之力并不是宽容之力 这持顿之力是不要过分的敏感 在每件事情上面看得过重 因为这边提到 我们开始要有个性 除了好脾气出来开始有个性 可是你的个性不能是处处是地雷 处处地雷的人 那么你就会很难跟别人相处 别人也很难把事情交办给你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原则 可是你的原则不能是处处都有原则 必须要有些时候要放宽去看待 有些时候要与人为善 与人连结 可以有些时候就要有所坚持 有所固执 这是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好准则时 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 准则时 不被坏脾气控制 就是论事 才是交流的准则 不被坏脾气控制 就是论事 才是交流的准则 这时候有一个问题 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分享的是 里面的故事 Jory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赌徒 他常常四处借钱 而当他找上你借钱 这时候你有两种选择 一是直接把钱借给他 二是断然拒绝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好欢迎你可以在下面 写下你的答案 如果你有一位赌徒朋友 四处借钱 当他找上你借钱 你有两种选择 一是直接把钱借给他 二是断然拒绝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好我如果依我自己啊 我可能会直接先断然拒绝 对 就在过去 也包括现阶段的经验 会多数人断然拒绝 所以不知道你自己 会选一还是选二 还是你会直接把钱借给他呢 对 我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很意气用事 他就觉得 我要停他到底 无论他这笔钱是会拿去赌 或拿去做什么事情 没关系 我就相信他 好 所以如果一个赌徒朋友 四处借钱 但他找上你借钱 你有两种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好 如果你选择一 那表示你算是很信任别人的人 如果选择二 那表示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好 那接着我要分享书中 他提到的 好 他提到说 其实 从这个里面的例子当中啊 有时候我们需要是收集资讯 你不能单纯他要借钱就单纯给 你要了解他背后的缘由 好 如果这个人四处借钱 原因是要为他母亲治病 好 这时候你会选择一还是二呢 如果当你听到了解缘由 而且是很清楚 他正要帮他母亲治病的时候 我相信多数朋友应该会选择一吧 不过断言拒绝还是可能会有 有人会觉得 你一定骗我 你一定把这笔钱拿去赌 因为治病要很多钱 所以啊 这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相信当你听完原由 你应该选择一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 要提醒大家的是 资讯受到限制或不完整的状态下 我们解读会很片面 甚至会误判 所以有时候 你的善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资讯 才能够去支持到正确的事情 正确的人 所以你如果要帮助朋友 了解他为什么需要帮助 以及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帮助他最好 因为有些人呢 其实他需要不是钱 他需要是一个支持 需要一个方法 需要一个策略 需要一个智慧 所以有时候 你不是给他钱 就能够解决他问题 有时候去检视 他可能现在遇到难题是什么 包括可能是经济状况 他管理不上 也包括他的感情问题 他认人不明 也包括可能 他在做某些事情上面 方法不对 所以有时候 你不一定是借钱给他 而是给他良策 陪伴他一起把问题解决 这也是一种用心 支持对方的一种方法和智慧 好 所以今天 这是与大家分享的好书 叫做 别让好脾气害了你 如果听到这里 你觉得很有收获 赶快为今天内容 按赞并且肯定 也同时 在下面留言写下 今天哪一点 哪一个准则 让你收获最多 以及包括你可以写下 你今天学到的功课 又是什么 透过你的留言 其实你也在帮自己复习 帮自己学习 做重点 好 那 这边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好书叫做 别让好脾气害了你 如果你是今天比较晚 进来的朋友 我们今天分享了十个 脾气的准则 控制脾气 让自己拥有原则的准则 然后当然书中还要很多好故事 精彩的法则要告诉你 等待你去书中挖掘 找到里面的关键 所以欢迎你可以在下面 写下你的学习重点 好 所以这本书啊 要写给那些 不自觉变成烂好人的你 如果你在人际关系当中 常常压抑情绪 累积压力 在职场上面 常常没办法拒绝别人 在感情上面 总是沦为工具人 在家庭里面 总是扛起 你基本上扛不起的责任 在人生里面 你总是害怕竞争 没办法做自己 好那这本书里面 都个别有答案 从人际关系 职场感情 家庭到人生当中 希望今天所分享的内容 能够支持到你 也鼓励你为今天内容 按赞 转分享 让今天内容成为 更多人的帮助 更多人的支持 更多人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学会 这个聪明的功课 所以如果你要摆脱 烂好人心态 让自己拥有 更强悍的原则 突破人生的困境重围 好 这本书是帮助你 重新定位的处事法则 不是教你坏 是教你痛快做自己 防卫你的正当利益 谁很高兴在今天 与你分享的好书 别让好脾气害了你 希望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内容 能够支持到你 让你拥有智慧 让我们一起学习 拥有智慧的应对方法 让你成为有原则的脾气 我们可以是好好先生 可是这个好 要加上智慧 加上原则 你就能够与人共好 好 希望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 按上肯定 晚安 拜拜